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专家还在坛中发现了两块夯土的建筑构建 约为50厘米乘40厘米大小的长方形 后经专家们考证 绿窟坛数百年来都是周围村庄 李信宗族惩罚违反乡规名曰及封建族规的村民的地方 像部首富道的村府或是偷盗的男子等 都有可能被锁上铁链 装入猪笼投进绿窟坛中淹死 这在当地叫做沁绿窟 是最严厉的刑罚 因此这十多具骸骨很有可能是被沁猪笼而死的 之所以女性骸骨居多 则跟封建体制有很大关系 比如古代女子在丈夫死后博个改嫁 不然就会被沁猪笼 所以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沁猪笼并不是无中生有 旧社会确实有如此残忍的死刑 1908年慈禧因心脏衰竭而死 不过在慈禧下葬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有人猜测 这也许就是慈禧对大清命述将近的预示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